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时间 上一集我们提到帝女花的编剧《唐狄生先生》一生有440部著作 他哪有这么多灵感呢? 这就不得不提南宫博这个作家 有人以他为中国的历史小说第一人 他的作品在当年的文学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我说南宫博对唐狄生影响深远? 因为南宫博的作品多数以女性为主 例如董小苑、西施、洛晨、余元基、霍小玉和李香均 这些作品唐狄生也先后改编过 据问唐狄生先生逝世后 南宫博这个作家 曾经协助名片剧家叶绍德先生 赞赏了先奉名剧团第九派的名剧 就是《白蛇伸传》 当中里面的大纲和芬场 如果唐狄生先生当年没有逝世 唐狄生加南宫博再加叶绍德 说不定今时今年的粤剧界又有另一番光景 其实在所以没有犯罪 更多元的影响 那天有之一 尽管了 这么多月相当日 那天才不是最少的 很少的 那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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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